师父,我们一般学佛的人都要具有自卑心,一切没有事,学过佛的人自赖后他自己不能操作,我们学佛的人要帮他操作,应该要怎样帮他操作啊?请你介绍一下。 你介绍就是朝书的那六个照,最好最要紧的就是大广民照,这个照的威力太大了,功用也很大。 我们本境有七种广民,有千彩广民,这个时候大广民就是我们放千彩广民,右手是广广,左手是金刚权,金刚权就是大子安于无名之末戒,三个字头就是宗子无名小子, 你要大子,四子就越在这个大子第二个估计上,就叫金刚权,就放了一个人命,右手就是放算。 好,这个意思非常好,朝的亡灵是功用最大,反倒死不下来就是一当中, 要活不得,要死不得,要活不得,要死不得,加持到这个咒,就会让它殊殊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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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这个地方不安静,哪有什么鬼啊魔啊东西,我们这个时候一念之后一照,这个地方就不安静了,就不解脱了,整个都非常好。 这一念之后一念之后一念之后, Foundationbeing & The 这个的时候,假日我们加持黄沙,你们这海濮上沙實行之后,哪一个红支线,一头穿身,插着扇子韩虹,一头溜在同一 relatives 一手放光造成煞,令到十万八千之后,这个煞就叫金刚的煞 什么地方有灾难,什么地方有鬼闹什么东西,一煞就太灭灭出去了 要渡王这个人吃了困住的时候,就拿这个煞,他夹着棺材,就从棺材的脚往头上煞 纵然若三个道,也能把刷出来棺材,这个灰的很大 冥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大光明咒写成一个咒文放在他胸口 假如这个火化,连这个咒一道火化,他就在大光明咒上棺材 假如不是这个火化,下光明咒,放在灰的里面去,他也得救了 这个咒的威力很大,大家做出咒,就可以了 第二个我们念什么得主王呢?就是念,灭的刀金刚咒 就是我们这个叫轮回,叫金刚护法 所以灰的道有护法,要加持这个亡灵,就是亡灵的救 所以这个咒的威力很大 我们读完的时候呢,这个咒叫,每个咒叫念一百零法兵 这个咒的读完就是,阿阿夏天巴哈,阿阿夏天巴哈 这个咒的读完就是很变化 第三个呢,我们就听得闻解脱咒 就是亡灵,听到这个咒音,就在解脱 这死亡的魂灵啊,他听到我们讲话 我们就听不到他讲话 我们喊他,他回答我们,就是我们听不到 他喊着急,所以我们讲了,他听不到 所以哒文解脱咒,明天是咒才听到,听到之后就在解脱 所以这很好 这个咒就是,阿比加当嘎,阿比加当嘎 阿比加当嘎 那这个咒呢,就是本觉大的咒 就是我们过去成佛的佛菩萨,喝起来的大咒 所以贵得很大,是凡年的旧 这是哒文 妈妈过人在门打,妈妈过人在门打 这个哒文 我们上海,有一个同事 这个哒文,他这个话已经枯萎了 他这个话已经枯萎了 就要念这个证 所以叫这个话,这个话就要复活了 这很好 这做吧 自己有得业,很大的威力 阿比加当嘎文 就是第六众生 所以你第六佛菩萨家庭很大 他有点安乐症 一个就是 奥琴释拉扎哼 奥琴释拉扎哼 再一个就是 奥琴释拉扎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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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